每四人就有一位鼻炎鼻過敏 好難根治 基本上我們就有統計 四個人就有一個人是過敏 小孩子更多 三個就有一個 我最近就遇到一個病人 他是二十幾歲的大學生 之前就是要去綠島玩潛水 坐車到台東的時候 他就發現奇怪 我常常打噴嚏流鼻水比賽 可是這時候鼻涕變得有點綠綠的 他有時候不以為 又覺得可能是小感冒 或者是一點點輕微的鼻痘炎之類 去潛水 大家都很開心 第一天晚上隔天起來的時候 發現一個眼睛 右眼整個腫起來 大家就覺得說 這時候大學生就是有一個個性 就是大家都會互相嬉戚笑罵 說你是不是昨天偷看誰洗澡 什麼之類的 然後是不是長睜眼 然後他聽了就覺得 這個好像長睜眼 好像沒什麼大不了的 然後我就想 好像我們就把這三天撐完 可是過第二天第三天 越來越不對勁 因為眼睛越來越腫 越來越痛 我看到他眼睛其實腫到就是 已經根本就不是真眼 他眼皮根本就是好的 他是從裡面腫出來 而且發現他眼睛看東西有 就是右眼已經不太會動 然後所以看東西會有兩個影子 然後我緊急請他去醫院 這個就是說 他的鼻痘眼已經跑到眼睛裡面去 對 因為我們講一下鼻痘是在哪邊 鼻痘其實這是我們 眼睛其實是在這個位置 對 這是我們鼻子 鼻痘其實是 覆蓋在眼睛的周圍 像這邊就是有一個鼻痘 這叫上汗痘 然後這是 上面這裡有一個鼻痘 然後眼睛裡面 眼睛旁邊跟鼻子中間 也有一個鼻痘 那個因為壓力太大 衝破去那個眼睛那個隔板 就跑到眼睛裡面去 最後就是咬住他那個肌肉 讓他肌肉就是太腫了 你沒有辦法動 對 這個就需要緊急手術 把那個 天啊 對 所以就是這個要注意 就是有時候過敏跟感冒 其實是一線之隔 因為你 過敏的人 的確容易感冒 對 感冒真的不能潛水 對 沒錯 壓力太大 塞住 像我之前就是去學潛水 結果因為 因為那個我是長期性的過敏體質 我鼻子塞住想說沒事 就沒有辦法平衡 然後就直接下去 結果我眉骨跟我的頭都 痛到爆 到那個岸上還是暈很久 然後後來我朋友去潛水 他也是因為沒有平衡耳壓 一上岸就直接流鼻血 這個潛水 這個其實叫做 氣壓力傷害 是 對 因為我們潛下去的時候 我們其實身體裡面 有很多空腔 裡面是充滿空氣的 那如果空氣遇到壓力的時候 它會縮小 對 所以你要用那個 平衡耳壓去平衡它 或者是那個 又做一些比較特殊的一些姿勢 然後讓你平衡你的壓力 可是你在底下 在往上的時候 你的氣體會膨脹 對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 有時候會把你的黏膜給撕裂 我們最怕的就是 沒錯 那個壓力的變化太大 然後很多的那個壓力 都會在我們上面的耳朵 鼻子的地方做釋放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塞住 或出現問題的話 你沒辦法釋放 真的會導致致命的問題 真的 而且他說五米的時候 就要停個幾分鐘 才能上去 對 因為你想 十米就是一個大氣層 你下到二十米的話 那個壓力是很大 一定要降那個壓 對 它本來沒有壓力了 它現在知道開始有壓力 真的 而且開始變壓了 我今天還可以坐在這 如果還活著 所以不執著沒有壓力 執著更不肯 壓力壓力就大 我之前到瑞士去念書 那邊空氣非常好 可是回到台灣之後 你真的感覺到 剛剛講到的圍塵 那種污濁的感覺 一上來之後 我鼻黏膜整個開始增厚 增厚到什麼樣子的地步 就是它直接擋住我的氣孔 但我覺得真的是 完全沒辦法呼吸 醫生照進去的時候 你就看到一整個 直接擋在裡面 所以他就建議我就說 可以做一個鼻黏膜的手術 把它直接切除掉 那當時醫生就跟我講說 大概可以維持 一到三年左右的時間 我就樂滋滋的做完了之後 真正的感受到 那種呼吸暢通的感覺 但好景不長 大概不到一年的時間之後 它又開始長回來了 後來我就去看醫生 他就跟我講說 因為我本身的過敏體 不太嚴重了 所以他這個馬上就是因為 會季節性到了之後 它又再復發 所以建議我 也許可以再做第二次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 我要來回到底 這一輩子要做幾次 所以後來醫生就說 如果你真的不想再做手術 你就先吃藥好了 所以誠實的來講 我的過敏體質到現在都沒有根治 我就只能一直靠藥物 來去做這樣子的 醫生這樣 真的只有這個方法 我要澄清一下 其實 澄清一下 這個 這個要澄清一下 其實圖傑 圖傑做的應該是做 叫做下鼻甲的手術 我們這裡是下鼻甲 這鼻子裡面就是最容易 佔滿我們鼻子裡面 呼吸通道的地方 然後我們做的是 其實是把裡面的黏膜要保留 然後把裡面的鼻都縮小 縮小之後 你就會呼吸有高空氣 可是我們的原則是 讓你恢復到原本的樣子 所以術後 你其實要自己保養 我建議就是可能要 做一些 或者是你真的過敏很嚴重 可能要 讓你鼻子消炎 不然你一直吸到台灣的空氣 就是你一直刺激你的鼻子 所以你鼻腔沖洗跟鼻噴劑 就是盡量就是讓你鼻子不要發炎 才比較不會復發 我有一個患者 一個中年男生 他有一次轉介來 我們戒嚴門 人家做戒嚴 他本身有三高血壓 血糖 膽固醇都在控制當中 我了解他說他戒嚴的動機 他是發現 他爸爸是那種 比較在年輕的時候 就有這種心肌梗塞的問題 叫早發新冠心症 然後小朋友也是過敏體質 我說那你一定要戒嚴 不然你這樣子 家裡面鋪圓在二手煙 三手煙 你對自己的健康也很不好 你趕快加油 他就跟我說他的困擾 是因為這樣 他以前曾經戒嚴過 可是他只要 因為他本身是過敏性鼻炎 他只要不抽菸的時候 他說 他早上就整個鼻子都塞住 然後所以就頭暈頭重 不能工作 其實尼古丁是沒有錯 會讓我們的鼻黏膜 暫時去那個充血 所以有的人會覺得 在抽菸的時候 鼻子比較通常 耳鼻歐科醫師也有 突然糾正說 這完全講法是不應該的 因為那些尼古丁 或裡面的膠油 或那些毒的物質 長期會讓你的鼻子 更過敏 更脆弱 破壞更強 而且會傷到你的氣管 所以這樣方法是完全錯誤的 我就說你應該是 我們兩邊同時進行 我們找辦法去處理 你的鼻子問題 轉給尼古丁科醫師 然後我用戒嚴的藥物 幫助你讓你的戒嚴過程當中 你的戒斷過程很舒服 你就會有更有動機去戒嚴 後來他就尼古丁科醫師 那邊檢查發現 他根本就是除了鼻過敏之外 有很嚴重的 總共兩邊鼻子有開刀 取掉九顆鼻息肉 所以當然你的鼻子會塞住 所以他說鼻子只剩下 鼻腔只剩下大概四分之三到 四分之三都是塞住了 所以你當然鼻子都沒有空間 你把鼻息肉開刀完之後 正確做一些鼻沖洗 然後用一些藥物保養 然後同時配合戒嚴 之後他嚴也戒了 鼻子也通 其實就是說這個鼻子過敏 有的人他因為太頻繁了 所以有的人會變成自己 會自己當醫生自己去用藥 我自己的病人是 有一個四十多歲的女生 然後戴著口罩來看我的診 那他來是要看 淋巴結腫道 他的鼻子跟這個整個臉部是腫 是整個腫到這邊來 就很擔心他呼吸道會阻塞 所以一定要收住院 他從二十多歲開始 他就開始有這種 過敏性鼻炎的這個狀況 那之前看醫生看醫生 就這樣看看 看也懶了 後來發現醫生 每次都給他固定開一個 噴鼻子的那個藥 那大概這樣子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開始自己當醫生 自己去買來噴 結果噴一段時間之後 他後來又被診斷 又噴越來越沒用 然後他就去被 再去看了鼻喉 可是就被診斷 大概三十幾歲 就被診斷 萎縮性鼻炎 他又斷斷續續 只要一不舒服 就自己用藥 站在那邊噴什麼 因為他覺得看醫生很麻煩 結果住院之後 他這邊一直腫脹 而且腫脹之後 住院隔兩天開始發燒 到大概四十度左右 白血球低 又發高燒 那當然要懷疑 要嘛就癌症 要嘛就自體免疫的疾病 所以我們也很認真的 幫他做一些癌症的篩檢 跟切片什麼 都找不到 然後折騰了 大概快兩三個禮拜 直到後來就是說 他好像症狀稍微緩解一點點 然後就讓他先出院 結果出院當天下午又掛急診 又開始發燒 然後後來呢 最後的第六次切片 才在他的鼻子找到一個叫 T細胞的 這個T細胞淋巴癌 一般是怎麼來的 它就是屬於病毒的感染 一般很有名叫EV病毒 跟HTLV1病毒 因為他長期使用這個噴劑 所以又再加上這個病毒感染 才讓他產生這個 比較少見的一個 免疫細胞癌症的這個狀況 雖然說有些 乘科顧疾很討厭 可是可能就是 你跟這一科的醫生有緣 你還是要常常規律回診 不要自己就買藥就噴 買藥就噴 搞不好後來 把自己的生理環境都破壞掉了 就得到更不好的一個結果 那目前這一種免疫細胞癌 它的化學治療是有用 可是畢竟案例少 所以它會只能就是說 用試驗性的藥物 沒有辦法一個很標準的治療 對 因為量少 它不能去做那個藥或培養 對 其實像嘴巴沾口呼吸 我們看起來好像是一個 不是很在意的一個動作 可是其實它真會影響身體很大 像我遇到一個 是一個很漂亮的大學生 然後他一開始來找的時候 是說他想要調整他的腸胃道 因為他覺得 他打嗝都非常大聲 打嗝很大 他其實一開始也都不以為一 他還覺得還滿好玩的 就是把氣都出來 然後一直到 就是同學就跟他講說 你是不是在上課的時候 你就打嗝 然後打了幾次這樣 然後他就嚇到 他就想說 他真的打嗝就是這麼大聲嗎 然後就不只一個這樣 然後兩個三個 他就開始覺得這個問題很嚴重 然後一開始他就是他媽媽就是 就是去聽不知道鄰居介紹他什麼 就是用那個玻璃缸 然後去用紅茶當基底 然後不知道加什麼菌上去 然後就是他說 大概放了一年吧 說喝那個 自打嗝超有用的 然後他就這樣子試 結果他一喝就完全就是 拉肚子上肚下去 然後他就嚇到 所以他才來找我 那我們一開始也想說 幫他調整腸胃道 調一段時間他覺得沒有改善 然後我說那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譬如說肝膽腸胃 結果這樣一查下來 就後來他到最後 他是展覽到 然後居然發現說 其實他自己都有 然後後來 耳鼻喉科醫就幫他檢查說 其實他有 那他其實也不知道 因為他長期這樣子 因為醫生跟他講說 那不然你回去觀察 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是不是用嘴巴呼吸 結果果然 他就是都用嘴巴呼吸 而且嘴巴還是張得 還滿大的那種 那因為一直下來 他的狀況都沒有辦法改善 後來醫師就有建議他手術 去把他處理掉 那他後來也是 就是去把他開刀 然後把這個 鼻中咳彎曲的問題 去把他解決 結果很神奇的是 他的 竟然就不見了 對 那還有一個重點 他是說他跟我分享 他說其實他覺得看 就是用鏡子看自己的時候 他都覺得自己就是咬合不起 可是他因為做完 這個皮中咳彎曲的手術之後 他一陣子 他大概過半年 他就發現 其實他的那個 所以他就也不用再去做 那個鎮餓手術 這裡分享一個案例 22歲的女性 她本身是 社會新鮮人剛畢業 那就準備要去求職 她來看診的主述是說 她的口氣非常重 那常衛科醫生 請她來看耳鼻喉科醫生 他說他最近要找工作 去求職 一開始面試者都很開心 看著他 因為眼睛很漂亮 而等到他把口罩拿下來的時候 面試者都會 眉毛就像 眉頭就像瓜哥這樣一揪 對 另外他的口氣非常重 而且他因為他一直以來 都有 髒口呼吸的困擾 導致於他的面貌已經改變了 他的下巴會往後縮 嘴唇上顎的地方會往上翹 那同時又很 更慘的是爆牙 最後一系列的檢查結果 他確實就是因為 鼻甲過度的肥厚 除了這個以外 他的鼻咽 還有一個很大的腺樣體 我們鼻孔在外面 在算是前外半部的時候 有一個鼻甲 它會比較大 不好呼吸 那你鼻甲通了 有些人會是因為 鼻咽的腺樣體太厚 他也沒辦法呼吸 所以只好張口呼吸 那這個腺樣體 他原則上 大概我們大概五歲左右 他會因為達到一個 最巔峰最大 大概十歲左右 他會慢慢的再縮回去 可是他沒有縮回去 這個東西就呼應到 趙醫師提到的 小時候家長可憐忽略了 慢慢到了長大之後 他現在22歲 他整個外觀 已經沒辦法再改變 那我們安排了手術 他也比較好呼吸了 牙齒的部分就建議 他請牙科醫生安排矯正 那兩年後再看到他 很明顯的蛻變 醜小牙都變黑 漂亮的天后 對 他不是改不改變 因為你永遠不去做這個手術 你永遠是 對啊 沒有辦法 你如果開好永遠都做 他就是會改變 說到這個長期的問題 其實我也有一個 大概有二十幾年的問題 一直困擾著我 看我的臉就知道 就是 你知道鼻子過敏 有時候 看妳臉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 你又沒有月亮眼 沒有水牛肌 我們看 因為鼻子過敏就是 你的黑眼圈會很重 然後這裡會特別凹錯 不是每個女生都差不多這樣嗎 沒有... 每個女生卸完創刀就這樣 因為我這邊有鼻子過敏 所以我有黑眼圈 我跟你講 有過敏更嚴重 他這邊會再凹一層 就是會有點像眼袋 眼袋會很明顯 因為我不方便卸妝給大家看 那結果我跟你講 外型大家一看就知道說 你有鼻子過敏 這樣就算了 其實最痛苦的是 每天早上睡醒的時候 因為你根本鼻塞一整晚 你沒辦法晚上睡覺 沒辦法呼吸 每次早上起來這種 就像吹喇叭一樣 對 但是 就是你要讓鼻子通嘛 可是像冬天的晚上 那個空氣是很乾冷的 所以你早上起來的時候 喉嚨是不是很乾 用嘴巴呼吸 而且很雅 然後我冬天的時候 都會因為這樣有支氣管 很容易就 對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說 那我要怎麼樣去控制 我有去看醫生 那醫生也像剛剛陳醫師講的 治不好 你要控制 然後你要長期的 我幾乎每個禮拜去 他都會給我噴劑 那我就發現 這個噴劑 噴久了 會有抗藥素 就是我越噴越多 然後越來越沒效 對 然後我本來是 兩個禮拜回去拿一次 我後來變三天去 就去到那醫生就說 你不行 這個一天 不管你多嚴重 你一天只能夠噴兩次 可是我就說 但我噴了就沒用 而且已經噴到最後 會影響我的味覺 就我吃東西的時候 我都會吃 因為它是鼻子是通口容的 這點我可以證明 他這個東西吃多少 他吃了好多東西 我也有出外景 然後就突然間 鼻子超級過敏 然後吃不到味道 然後硬要講口感 然後我還問他笑的時候 我剛剛講的是對的嗎 我為什麼不舒服 就說我到後來 我真的覺得 我一定要把它治好 是因為我就已經波及到 我生命危險 因為我有時候很容易睡著 我有一次就是坐車 睡覺的時候 因為鼻塞 所以我都會用嘴巴呼吸 結果那個一直呼吸 久了以後 會被自己的口水嗆到 然後我有一陣子 就吵到我吵 真的會 而且你像鼻塞 你在吃麵的時候 你嘴巴會呼得比較大力 也會被麵嗆到 所以很多次我都覺得 死裡逃生 你知道嗎 我前幾年看到網路上 有那個鼻中隔彎曲手術 我那個救世主 趕快我就去找醫生諮詢 我就想要開這個手術 結果後來醫生跟我說 你這個就算開了 你也不一定可以把鼻塞治好 因為你鼻塞的主因 是因為過敏 你要找出你的過敏源 你才可以整個改善 我那時候還想說 不然去開一開 開完順便去做個 整型外殼有沒有 然後給我打起手 有 我都想好了 結果他就說 你這個鼻塞沒辦法改善 我就想說 那就算了 開刀也沒辦法改善 沒有辦法痊癒 你還是會 還是過敏 對 然後因為我大概都 工作的關係 我也不好意思 就是真的去開 有時候他 我就在 我們就入外景 那時候沒工作 就跟著我去實習 所以順便當我助手 每次坐上車 光坐上車 剛開車我就那個 對啊 我們每次睡覺 都很害羞 但一定都會打呼 對啊 超大聲 真的超大聲 好難睡 我也是鼻子過敏的患者 對 你懂那個 我小時候沒問題 但是 青春時以後就開始了 那遺傳到媽媽 那所以我到 當住院醫師的 常常一到冬天 難過得要命 真的 可是後來因為我走腸胃科 因為我一找耳鼻歐科醫師 一直耳鼻歐科醫師 都給我噴劑 然後吃 看腫瘦 看腫瘦 好 那就沒有比較好 而且我的過敏是遺傳 其實我媽 我後來不去開的主醫師 因為我媽開過 那我媽就以過來人的身分 跟我說 不一定會痊癒 沒有比較好 那我們要耳鼻歐科幹嘛 我就不一樣 要用力字啦 瓜哥 我要冒著 被陳醫師罵的想法下 我要跟大家講 中獎喔 對 還是沒讀 不 不是 就產生 開人氣往下掉 不是 不是 有可能是 有可能啦 就有可能 那是什麼 腸肉症 吸收太多過敏原 因為腸子黏膜已經不健康了 你有可能吃到太多的抗生素 止痛藥 或者食物有太多的化學物品 腸子本身它的黏膜不夠緊 吸收太多過敏原菌菌 我這幾年鼻子好 說實在是 靠吃對不對 對 把吃調整過 把過敏原儀除掉 開始吃益生菌 然後早上起床很重要 衣服要立刻穿著 絕對不能讓自己背後受癢 不行 我過敏的確是 然後再來就是有環境 跟你 環境因素 跟你自己本身的因素 對 然後 剛才先講一下那個葉小卷 他為什麼吃東西的時候 鼻塞就會吃不到味道 第一 因為你嗅覺沒有了 嗅覺可能會被鼻子塞住 然後那個鼻涕都卡住 開刀其實絕對會改善鼻塞 只是有沒有復發 就可能要靠自己本身保養 跟控制過敏的能力 對 你控制過敏 過敏就是本身的體質 所以像蕭醫師講的 的確 你食物中也會有過敏 然後你空氣中也會有過敏 所以 然後知道自己對什麼過敏 其實是很重要的 對不對 對 然後醫生會常常開一些 過敏的噴劑跟抗主治安 這個都當然是一些 對 真正的話就是可能要靠 從你本身環境來著手 因為你遺傳就是沒辦法 就爸爸媽媽給的就不得了 就是靠本身那個環境 就是空氣清新機 益神菌 或者是我們常常會推薦 就是請大家洗鼻 清洗鼻腔 對 這個也會對鼻子好很多 對 但是我滿贊成食物的理論 因為之前有一個營養師 給我們配食物 其實過敏改變很多 睡覺也不用沙明藥 所以吃真的很重要 只是那個食物太難吃 你吃半天熱 你會又回過頭去亂吃 你有沒有決心要吃這種食物 而且料理這些食物 是要很細心的 對 我有去做過那些過敏原的檢測 發現幾乎什麼水果 蔬菜 我都過敏 你只要好好調養你的腸胃 你就過半年你再測 你發覺那些本來過敏的 就變好了 對 因為都不再吸收了 會改善的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真的 大家希望吸收 消化一下 你吃什麼 所有的東西 七八成都靠吃 吃出來 是 我之前是就是鼻子裡面 有長一個小小的東西 然後其實它不會痛 可是因為長在鼻子裡 自己知道就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跑去看醫生 他說你這是痘痘 有跟你講我開那個抗生素 你七天吃完以後 它就不見了 對 又是七天 又是七天 七號七號 對 因為我之前鼻子 確實長過痘痘 我想說應該是痘痘 結果吃天吃完以後就 怎麼還在 而且它也沒有不見 所以我又回去看醫生 然後一開 他又跟我講說 你這就是痘痘 我再開七天給你 再回去吃 吃完它就會不見 就又吃完之後 又發現它還在啊 然後我就跑去 又換了一個醫生看 結果後來那個醫生就說 他說你這好像是腫瘤耶 我就說天啊 真的啊 對 傻眼 就想說也差太多了吧 對啊 應該以為是孔瘤嘛 對 但是化癢會很開心 然後反正後來醫生就說 你這個要做 就是要 切片要化驗這樣子 結果後來還好化驗出來 是良性的 所以他就說 他就說如果是良性的 所以他說如果你沒有 他說你不需要吃藥 那它如果沒有變大的話 就沒有關係 就是你只要自己觀察 如果沒變大 就OK這樣子 對 然後就還好它都沒有變大 所以就一直擺在那裡 但它還在你鼻子裡面 它在 但是因為它其實真的很像 它很像比較大的粉刺 對啊 可是有東西 你都會一直想去摳它對不對 就是對啊 之前都會忍不住 一直想要伸進去摳 現在已經不會了 現在不會 不要手劍 有的東西哇哇哇它發炎 對啊 對不對 所以一個肚子好好在那邊 都讓它熟就好了 有的人拚拚擠擠 最後發炎到很大 對啊 對 之前就有一位三幾歲的女性患者 它是一位業務 然後常常在外面騎摩托車 那它就來的時候 就說 已經在擦過很多種美白產品 也在外面打過很多種雷射 色素雷射 可是好像都會 那我看它的時候 其實它來的時候 也是擦了一些遮瑕霜 那我就請護士幫它清除掉 那其實我們最近有照片 我看到說 這個斑跟一般的斑不太一樣 鼻子 它在鼻子的上方 鼻樑上面 它雖然做過一些治療 但它還是持續的 在長新的一些 色素的細胞出來 那這個就要很小心 就是叫做 這就是皮膚癌 對 就是它變成說 而且它做過很多種 不管是擦的美白 或者是說打過什麼樣的色素雷射 那後來你看它的一個 邊緣是滿不對稱的 而且它的 色素是不均勻的 那甚至有一些 可能的初期皮膚癌 它旁邊會有一些出血 或是血管擴張的現象 然後還有就是說 如果說有在持續的增大 或者是凸起來 都要非常的注意的 所以碰到這類斑點的話 一般的就是民眾 或者是患者 千萬不要亂去擦一些東西 或故意給它遮起來 像這位患者的話 後來我們做了一個小小的切片 發現是底底細胞癌 然後就是趕快 趕快用手術的方式 讓它徹底清除這樣子 那這接下來就是要問瓜哥說 那我們腦腫瘤的手術 除了可以直接這樣子 把頭皮打開以外 那是不是還可以 從其他地方去做這個 因為我去看我腦瘤 他是要想從我的 會不會太遠了 沒有... 腦耶 屬膝部可以放很多東西 但是... 是心臟之下 心臟之下 對不對 對 不過瓜哥講的是 另外一種情況 那我們這邊先講一個 就是從鼻子 那其實腦就像我們的一樓 假設它是一樓 那可是腦有一個 有一個器官叫腦下垂體 它是在腦部的最底下 所以在這一顆球球這樣子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是在最底部 那所以如果我們在傳統的手術 要開刀的話 就要把腦掀開 才能開到那個腦下垂體 是我們要用器械 慢慢去給它去勾它 那這樣其實會動到腦 萬一勾壞了就不好 就完蛋了 對... 那其實你就會想說 假如說你這個樓上漏水 那除了從樓上去修補以外 其實是不是可以從樓下 然後天花板去做一個處理 那現在大家這個概念就是說 鼻子 這個是鼻子 那鼻子的最裡面就是爐底 其實距那個 那個剛剛的腦下垂體 它其實只有一個骨頭的劍底 所以如果你可以從這邊開刀 距離就近了 距離就非常的近 鼻腔進去 用內飾鏡 然後在裡面磨洞 磚孔 然後把腦瘤取出來以後 然後再把它鴻補 然後現在有組織膠或是一些 我們用身體的一些那個 就是纖維去把它補起來 那所以這個最重要就是說 是因為器械的進步 所以讓我們就是說 可以從鼻子進去 鑽得動 那個腫瘤怎麼拿出來 腫瘤就是用一些器械 用一些刮燒 然後或一些超音波 抽吸正睡儀 對 這有一些 然後或是一些電燒 雙齊電燒 就是我們一些精密的器械 然後一塊一塊的 一小塊一小塊 其實非常小塊的慢慢拿出來 把它分拆出來對不對 對 其實這個腦下垂體 也有管很多的功能 那但是這個最重要的 這個最常見的症狀 就是壓到四神經 最近就有一個案例 那他以為說他年紀大了 他就覺得他視力有點模糊 那有一次 他就最近就常出車禍 常常左轉的時候 又撞到別人 或右轉的時候跟人家插撞 他就想說 他應該是視力不好 所以去看眼科 結果眼科就跟他說 這檢查起來 你白內障好像也還好 他視網膜也沒什麼玻璃 然後他最後就給他 做了一個視野檢查 就發現說 其實他視野缺損 他在兩邊 就是左邊跟右邊的外側 都看不似很清楚 所以這時候他就會 這個眼科醫師 也非常有警覺性 他就說 這個你可能是 腦部的有併照 壓到後面的四神經交叉 然後才造成這個視力缺損 所以他就轉介到我們科 然後做個檢查過 就是在腦下垂體 長一個腫瘤 壓到四神經 所以造成他的視力有問題 所以我們這時候 就從鼻子進去 然後把這個頭骨 裡面的頭骨 就是爐底的底部 然後去磨一個洞 然後把腫瘤拿掉 那這時候就 拿掉以後 他就重見光明 那腦下垂體 其實這個腫瘤 大部分不會長到太大 大概兩三公分 其實已經算大 但是實際上 因為現在這個科技的進步 有些四五公分的腦磨瘤 我們也是可以從鼻子下面去開 那那個 它裡面的磨洞 就會大概要三四公分這麼大 那現在的話 它有些很好的一些補露的 譬如說材質 然後人工腦磨 然後一些就是凝膠 就是迅速給它封起來 因為腦水如果一旦露 從就是腦部露到鼻子 一直露水 戲劇會從這個洞往上跑 就變腦磨了 所以我們一開始開完的時候 就會問病人說 你會不會躺著說沒事 躺下去又沒事 坐起來又一直滴水 那這個就是叫做腦露 鼻露 就是腦水從鼻子露出來 現在念腦神經外科 醫生應該少吧 還是滿多人覺得很有挑戰性 對... 我覺得心臟的腦科都很厲害 還好... 現在大部分醫生 去做牙科 整形做 每一個科 每一個科都需要很巧的 只是說有時候開這種刀 壓力稍微是大一點 真的啊 你看都吸... 都多吸 你看